今天在慈濟三重園區 來自馬來西亞 新加坡 緬甸等三個國家 近五百位海外培訓職工受鎮 指援上人勉勵慈濟人 遇到困難 不要害怕 要堅定信念勇往直前 師徒之間終於面對面 將近五百位慈濟海外培訓委員 在三重園區等待受鎮 經過多年培訓 這一刻有人期待 有人感動 想到上人就像是我第二個的母親 在教導我重新再做人 教我怎樣去得法 走個菩薩道 沒有加入慈濟的話 我可能是我的家庭會 可能是不會美滿 慈悲與愛離不開人與人之間 來自新加坡的歐式國行動不方便 第一次從新加坡來到台灣 感受到的是慈濟不變的大愛 來到台灣第一天上車的時候 那天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的身體不會站起來 那位師兄慢慢抬我上到車上 我真的很感恩 人生啊沒有困難的事情不能克服 只要花心靈不變 再難的困難都可以克服 別上受鎮名牌 接過上人的符會紅包 受鎮後 鎮言上人勉勵所有慈濟人 繼續用堅定的信念 傳達慈悲助人的信念 長久不忘 帶來信用彭淑貝科興志台北報導